好 那麼另外我們還要帶您來看到 中國加一以前第一個加一的是加越南 但是我們來看越南最近 也常常遇到了一些負面消息 我們要請停號帶我們來看到 最近有一個大消息 是越南的成一龍頭叫做Garmax 那它有一些很大的知名的廠商 都下單給它 像Gap、Nike、愛迪達 它是很大的代工廠 結果它第三季 它訂單零 沒有訂單耶 慘不慘 所以只好裁員98% 它說全廠只剩下37個人 所以停號你怎麼看 越南到底現在它整個產業的結構上 還是它經濟上發生了什麼問題 本來整個廠區大概是有1800人 現在財到剩下37人 其實並不是完全的財源 大部分是以無薪價的方式 來度過目前庫存極度高漲的階段 你看Garmax財源比例剛剛提到 9成8財掉 重點是目前它還是在增加它的營運資金 所以市場上關注的並不是放無薪價 因為中國市場也不好 現在全球的不管是服飾業 或者3C電子零售產品 庫存量相對來看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次黑五的銷售 沒有人說是不是能夠創新高 能夠保持去年的水平就不錯了 大家比較關注越南的事情 並不是單純的庫存惡化 因為大家庫存狀態都不是特別好 尤其是這個終端需求 可是大家關注的是 那你的流動性能不能照顧得好 如果你只是撐過這個谷底 那可能明年景氣復甦大家就歸來了 但問題就在於 你可以觀察到它現在為了增加它的營運資金 賣掉的9輛貨車 想要套現31的越南盾 只賣多少 390萬台幣 它還套現賣車只為了籌新台幣390萬 今年以來它已經虧了5720萬 好慘喔 所以增加個390萬 其實幅度其實並不是特別多 對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其實越南也已經有部分廠區都開始出現了 非常明顯的我們看到的無心家 無心家大概有30萬人 甚至直接跑去捕魚來務農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整個中國和越南的形勢的惡化 它基本上就反映著本輪的終端需求 並沒有想像中來得好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我們應該往上游去看 就是到底這些品牌商它目前的財報狀況為何 你可以具體觀察到一個跡象 如果是以美國零售的銷售庫存來看 目前的水準仍然遠遠高於2019年的水平 再來就是運動品牌的庫存量 在整個2023年下半年 其實已經進入到年減的走勢 對 換句話說什麼事情 就是說我們雖然看到美國科技股 股價有些都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微軟 輝達 AI的電子應用 其實iPhone15銷售量也不算特別差勁 可是科技股創高的同時 我們看到很多實體的傳產業服務業 目前反而是持續進入到下行階段 對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屬於的經濟繁榮 算是極端繁榮 也就是說部分產區特別好 展望明年 資本支出可能持續擴大 但是如果是屬於單純的零售業 服飾業 3C消費電子產品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還在一個顯著的下行階段 所以還是不好的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基本上現在整個越南的經濟 很多人會說會不會中國化 也在財源 還下去務農 首先我們雖然看到 有30萬人下去務農 但是目前越南的失業率 從總經指標來看 還算是健康的 越南現在失業率是多少 大概2.3%而已 中國的青年人口失業率是多少 上一次公佈是兩成 但是公佈完兩成以後 就再也不公佈了 我記得就卡在8月份 9月份 因為它宣佈8月份以後 就不公佈數據了 所以你現在沒辦法知道 到底失業人口有多少 第二件事情 是越南的出口感覺好像在收縮 但問題是它現在還是正成長 它只是增幅變緩慢而已 台灣出口幾年前8個月多 還是衰退的情況 所以它以前的一個增長太快了 所以它現在沒有增長那麼快 你就覺得它好像萎縮 但其實沒有 它還在跑 它只是跑得比較慢而已 但還在向前 而且最終整個地緣政治的因素 它對於越南的長期經濟 還是有推進的效果 我們具體觀察 台灣在最新公佈的10月份的外銷訂單當中 你看最高的藍色線還是屬於美國 可是你可以觀察到 一條綠色線跟黃色線的交叉開始出現 黃色線是對於中國和香港的出口 而綠色線是我們觀察到 對於東協的出口 所以基本上台灣在10月份 對於東協的出口 已經正式超越中國和香港 換句話說 的確有大量的訂單 正在往越南來進行移動 它是一個長期地緣 跟政治資金的一個湧入效果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 越南現在基本上就是屬於 過去幾年跑太快之後的均值回調 那你說它基本上就會 像中國市場一樣 就進入到一個極度通縮化 市場上顯著泡沫化的資產嗎 我認為不會 為什麼 從總經指標來看 都看得出來 它還在跑 只是跑得比較慢一點 好